丁字户是在城市及公共设施在开发等过程中 拒绝配合不肯搬走的房产拥有者 因此当邻居都搬走后 剩下一户人家时 他们就被称为丁字户 今天我建设的是为你带来 五位无敌固执的物主 这是一座五层楼高的房子 但其实这座房子已经缩小到原先的一半了 算是拆迁的不完整版 这栋房屋的主人是一对老年的夫妻 他们不愿意搬走 屋主说他自己也很支持马路的建设 也不想做什么丁字户 对于目前的情况 他说自己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重新给他们两间房子 面积和现在的房屋面积一样 可以让他们一家人住就行 但政府一直不同意 所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发展上修建公路时 直接绕过他们的房子 在两边修建 如今路上的车子一辆接一辆 有时还会有卡车经过 巨大的噪音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在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中 屹立了一栋45年不倒的小木屋 这座木屋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木屋 因为它屹立在河道中央 也有人称其为河中的丁字户 小木屋卷于1968年 德里纳河是塞尔维亚非常出名的河流 是当地人游泳的天堂 整条河流长为346千米 平均海拔高度为900多米 德里纳河的水流非常端极 每当在下雨的时候水位就会上涨 整个小木屋会有一半被浸泡在河中 看上去岌岌可危 随时随地都会有倒塌的风险 在修建木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河水太极不好运送材料 只好将所需的材料和部件放在河道上处 需靠着河流飘下来 才可以成功把这个小木屋修建成功 在这期间经历了岁月的痕迹 依然完好无损 梅斯菲尔老太太住在美国西雅图 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房子里 有开发商想要在这里建一座商用大厦 给出100万美元的天价 但是84岁的老太太仍然拒绝搬走 最后开发商只好修改图纸 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了一座凹字型的五层商业大楼 导致老太太在那里没有邻居也没有亲人 结果老太太必须承受垃圾车轰隆隆的声音 孤单的老太太每天在这个吵闹的屋子里生活 随后开发商马丁居然以她变成了好朋友 常常到她的家去看望她 开车送她去做头发 去看病 确保她有食物 去为她买杂货 为她拿除药方 为她做饭 2008年6月15日 86岁的老太太因为一线癌离开人士 离开了她固守的房子 在遗嘱里 她把房子赠给了马丁 以感谢她在自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陪伴和照顾 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有8户住户 就算搬迁补偿金涨到了10亿日元 也不愿意搬家 游客量大的国际机场 大多都是全天24小时营业的 但成田机场却在每天晚上11点就必须关门 隔天清晨6至7点才会恢复航班 原因是住户拒绝搬迁 他们组成行动队抗议 想阻止机场建设 却不断遭到镇压 成田机场 修建当时最早规划有三条跑道 但成田机场在1978年正式启用时 只开放了一条跑道 另两条则因为25户农家而停工 时至今日 机场内还有8家定制户 尽管补偿金 从一亿日元狂涨十倍 还是不愿意搬迁 固执的住户们 每天都要生活在巨大的飞机引擎身中 这一座八层楼的大楼只住一户人家 他们的家门口有五座大桥 这个地区需要发展高铁 因为这个钉支户不肯搬走 发展上最终没有办法 只能花更多的钱 围绕着这个房子绕了一圈 这个钉支户也就被围绕在中间 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灯火通明更是非常漂亮 感觉都不用开灯了 施工队还为这座楼的居民着想 在桥上建设了隔音的东西 并且这栋楼的水电都被维护着 感觉这个钉支户是最幸福的吧 五件小事会在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半晚更新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会帮你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